好 再來 那長紅怎麼樣有信心的讓各位可以考上 所以在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最重要叫長紅承諾 那這長紅承諾其實是All in one 全部包在一起 來 首先輔導到考上 你今天只要是一日為長紅學院喔 你一定可以考上PMP 不管多久 我們輔導最久的PMP的話是 7年 這是我們第一年收的台積電的學院 可是後來他覺得說PMP不重要他就放棄了 後來他要換工作他發現說原來市面上這麼多公司都要求要PMP 然後回來再度重新報考 當他繳學費的時候我跟他說不用繳 因為你曾經是長紅學院 只要你一日為長紅的一個PMI ACP 你就一定可以考上PMI ACP 這叫輔導到考上 那第二個 考上PMP的話 寄你麻煩才來 因為PMI ACP他所用的一個這個PDU跟PMI不一樣 所以你不要傻傻拿說PMP去看了一個Seminar 那也可以報PMI ACP 不行用的 你需要三個額外的一個 PMI ACP OK 所以老師都已經幫各位錄好 E-learning OK 那這E-learning是免付費讓各位看 OK 當然裡面可能還要去寫一些實務文章 或是發郵匯券 但是這東西就是解決你的一個PMI ACP的一個 Renew PDU的燃煤之急 然後你這三個除了可以用在PMI ACP 其他跟PMP也是共用的 好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很多人不會患症 他可能拖拖拖拖到最後一年 可是你在第一年患症是最快 所以後來長紅就 這個 發起了患症教練 目前患症教練大概有50位 那包含領頭頁呢 大概有400位 所以在400位呢 他們就去 去義務的去輔導學弟妹 他們去患症 所以在Agile患症呢 他會去協助各位 所以直到說 這個PMI ACP 稱為永久症兆為止 他患症費用跟PMP一樣 OK 你PMP一年內是多少 他就多少 好 那再來長紅 Agile培訓的一個特色 首先 是在於說 長紅可以幫各位突破 你的一個英文實力 OK 英文考試 這點對很多人都很難 大概四個裡面就過濾掉七個 可能他英文中等 他也不敢貿然嘗試 因為他覺得說 這考試費用太貴 OK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在於說你來學阿教的部分 除了讓你考上證照 還讓你去學會實務教學 因為我們裡面的話 充斥了實際的 這個 Workshop 所以這個就是各位實際的上課地點 這是雲端教室 所以我們教學方向 不只可以用來開發軟體 我們 甚至 還 還可以去做產業通用 做全辦一案通 好 那還有這個 符考系統 現在大概有500題在裡面 然後 這個 考上 然後這個 輔導教練 考上 PMP PMIACP為止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個 患症教練服務 好那基本上 在這個架構裡面呢 我們把 PMP的這套架構 把它複製到 PMIACP 好那這樣做法 很像是 用 大炮 在打小鳥 為什麼 PMP考試相對於 PMIACP是比較難的 好所以我們現在用 PMP這套規格 來去複製 變成是 這個 agile的部分 好 來首先 我們把這個整個 這個 授課的部分的話 都把它全中文化 OK 所以各位在吸收英文可能沒有那麼快 但是我們把全中文化把它整理好 OK 再來是課堂上的一個 Workshop實際操作 把六個重要的一個 Workshop把它拉出來 讓訓練實際來做 就要你沒有 就要你沒有完整的一個 agile的一個訓練呢 的實際專案經驗 好那也可以透過這樣實際的Workshop 你體會一下真實的 Agile workshop是怎麼樣做的 好 福考系統 專利申請在案 然後 總複習 那總複習的 課程是由中安老師 幫各位上 因為畢竟要綁手才可以上 然後 輔導教練 OK 然後 共好讀書會 所以常常讓學員考上了 一大力氣 就是讀書會 讀書會可以讓各位考上以外 他還可以讓各位結交到 許多agile的一個 志同道合的一個好朋友 那現在大家習慣建立起LINE群組 好 很特殊的方式 假設 長紅心法可以讓各位考上 PMP 好 那 英文長紅心法 則可以讓各位考上 Agile 好 如果你發到SOP之後 結業一個月之後 就可以考上 PMI HP 這老是最大的企圖心 所以我期望在我們 第一班 我們現在第一班已經收得快額滿 大概只剩下兩個名額 那我跟這班宣誓說 如果你這一班 全班考上 一個月之內 幾月之後三十天之內 老師就請各位吃101 OK 那三十天這個相較於PMP 25天其實這是比較長的 考試比較好考 但是試乘又比較長 所以他們吃到的機會 是非常高的 好 那在這講師的黃金組合 首先 老師就佔了二分之一 又有四 有四個禮拜的課程 所以最基本的 中間的這個 調適性規劃 是由老師來上 好 那再來 在利害關係人 是由重安老師 所上 他除了負責 這個以外 他還去負責總複習 那為什麼負責總複習 因為他是PMP綁手以外 他也是 Agile的一個綁手 各位可以看到說 雙P 是滿分級數 那除此之外呢 那還要每個團 每個小組都有一個專責輔導教練 來去照顧他們 OK 接下來有關於說 這個Agile考試書單 那基本上的話 如果各位 沒有經過有系統的一個真理的話 你在 讀這個Agile的部分的話 是有點辛苦 因為PMI就開出一堆書單 這書單大概有11本 而且11本的話你要怎麼樣看完 你要知道哪些東西會考哪些不會考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現在就幫各位簡化 我們將這11本的話把它簡化成 6本的一個標準講義 6本的一個標準講義 那這個講義的部分呢 就每一個Domain 他有6個Domain 每一個Domain就一側 那全部是屬於中文化 那 重要的英文的話會對照 但各位提庫還是全部英文 讓各位習慣 OK OK 像這樣 OK 然後他是全部中文的 OK 一樣前面會有新制圖 然後會有關聯圖 關聯圖 OK 那這6次講義機集結PMI 這所有的11本書單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教科書 我們叫 RMC 應該不是叫教科書 因為他不是PIMBUG 他是屬於說 這個參考書 那 PMP 在Arger很特別 因為PMP他有PIMBUG 但是在Arger部分的話 在 那個PMI他並沒有寫一本叫Arger知識管理體系 所以就變成說 那個 學員很辛苦 他早看他去堆書 所以在這裡面呢 國外就有這個Arger的聖經 那這Arger的聖經就叫RMC RMC其實是之前寫PMP 這個考試聖經那個Rita 他所開的公司 可是後來他過世 公司還存在 OK 這叫RMC 好 那這個RMC的部分呢 大概是像這樣子 圖片在後面大概秀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RMC的部分呢 因為 我們未來會培育大量的一個Arger學員 所以我們就跟他取得一個 團購的一個集優惠價 所以假設各位不是經由團購的話 各位去直接去買的話 會非常花功夫 首先他定價是99美元 等於3000塊 這個台幣 那3000塊就算了 那你還要跟亞馬遜訂 那送過來的話 是國際運費 國際運費你再加個七八百塊 好那七八百塊就算了 他還等兩個禮拜才能到 那如果你要快一點那就更貴了 好 但是我們幫各位爭取到的優惠價的話 就是2000元 常常去買都是2000元 好而且你是屬於說國內的一個運送費用 頂多就是100塊而已 OK 好那這一塊的話是屬於說 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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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說那我看常常講義就好 你在考試的時候是英文考試啊 不能看中文講義 你還是要以英文為主 好所以這一塊是必要的 好那在常講義大概是像這樣 各位看到是兩本嘛 就是這個架構 然後接下來 價值交付導向 然後厲害關鍵參與 提升團隊績效 然後視性規劃 還有問題檢測 跟處不完善 那在每本大概 比常講義厚一點點 常講義 那個 因為他的 內容 會比較多一些 所以大概比常講義 一般的知識體系 來得厚一點 好那這常講義的實際內容 會有這個新制圖啊 那這個黃色意義不太一樣 黃色代表說 這個 在實際考試重點 所以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講 或者是在考試 會比較 多考題式 圍繞他再出 好那這個 他會有一個 這個解說 一樣會有 畫紅色的字的關鍵字 好那好 一些圖解 那圖解我們全部把它中文化了 所以你看說這連例子都是台灣的例子 好那這本就叫RMC 綠色書筆的 好那厚度他大概 比Pingbox薄一點 大概 300多頁 300多頁 好那我們選定為RMC 計畫其實他不是當今唯一的聖經 他聖經有兩本 一個叫RMC 一個叫 GR8PM OK 那他是屬於說 比到多數很看 但你光看他的話 還是很危險 如果你只看他的話 大概可以考 1M 1B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你B在哪裡 你不知道 所以不小心你就會fail掉 你要多看許多書喔 OK 所以這其他的書就在 這個常講義裡面 那其實常講義裡面涵蓋了 PMI11本書的重點 OK 那我們都是把一些 根書 掛鉤最嚴重的 那考試最多的 然後把它拉進來 OK 所以你的看法是 基本上先看常講義 然後再來再看這個RMC 那假如你英文很好的話 你還是先看常講義 為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是 有一些 那觀念要稍微 跟你講一下你才知道 要你看英文的話 雖然你英文很好 你還是會莫名其妙 OK 好 那還有最重要的總複習 總複習當然要由 榜首來跟大家來去解說 所以成本就是由 中安老師 來依據 最新的考期來去編制的 所以總複習大概各位 實際考試的時候 大概占 這個一天的時間 好 接下來 符考系統 符考系統是常常強項之一 那在符考系統我們已經 出好500題英文考題 那對各位而言是非常的 free free可以是便宜 也可以是免費 因為什麼 老師在準備 ARGYLE的部分的話 我們買一片題庫 多少錢 你知道嗎 6000塊 而且只能一個人來用 OK 那在這個 光碟片裡面大概會有 600題 OK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 實際去考試的時候發現說 在這個考題庫的部分 還是會有 MISS掉 Out of scope 所以在這邊 老師把一些 Out of scope的部分 再把它拉進來 所以在常往題庫的話 會比市面上的題庫來個完整很多 你看裡面補充很多 我跟中安老師 的一個題目 OK 所以他題目的分類 跟大家習慣了 預習的時候 要先做立題 然後再來的話 上完課之後 你要做垂堂考 再來第2個禮拜 然後我們會考第1個禮拜跟第2個禮拜的一個 牛刀小試 30題 OK讓你稍微體會一下 那再慢慢加重量慢慢加重量 3題之後你再考60題 這是第3個禮拜 OK 他在縮小版的考試 然後在中安老師總複習上完之後 你再去考120題 OK 而且你120題如果達到75 75分以上 你可以上場去考試 而且你還有長紅的一個guarantee 所以guarantee的話就是 如果你沒有考過的話 我們就補貼你5000元的一個重考費用 OK 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不會一次就考120題 你就先考60題 所以假如你60題考出來 只有70分 不要緊 我再考第2次 只要不看 不看答案 我做長紅清法 那不斷把它補強 補強到120題 所以你整個的一個前進是非常快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做法 很像argeal 不斷的 逐步完善的一個做法 好 那你在補強你的實力 每個章節還有30題 讓各位來去補強 做長紅清法 好 那課程設計呢 就是 這個argeal的一個六大domain 這是他的一個handbook所寫的 首先一些架構 架構就是 我說那個前面的 比重很重 那百分之20 這個manifesto啊 那還有那個六大體系 他的一個特性 而且他寫的蠻厚的 各位有看到 那接下來的話 六個domain 首先是價值導向 很多東西都是以客戶價值的導向 然後很重視 厲害關係人的管理喔 最厲害關係人就佔一大章節 然後提升團隊的效能 因為他要去激勵團隊 要去授權 然後他去激發團隊的潛能 所以boosting team 好那接下來他的滾動式規劃 那滾動式規劃是pmp在講的 其實他講的叫做 這個調適性規劃 adaptive planning 那adaptive planning跟rolling rolling wave 其實rolling wave 是adaptive planning之一 的一種而已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你要去解決問題 所以比如說像魚骨圖啊 五個壞啊 然後一些問題解析 然後逐步完善 那逐步完善他講的是 retrospective 在開lessence learning的會議 OK 那最後部分 再加上總複習 所以加起來呢 是 三個禮拜 所以這是第1個禮拜 第2個禮拜 那因為在這個問題解決跟retrospective 分量很少 所以他合併在一起 那第4個禮拜的話 再上總複習 好再來 這個是屬於考試導向 那加上我們讓各位考上 但各位不會agile 可能 老師會被人家罵 那對我而言 專案經理的職業 其實也說不過去 所以我們在裡面 加份量 很重的一個workshop 那為什麼份量很重 因為在agile本身 考試並不是那麼難 所以在實作部分呢 他在佔 比pnp多一點 所以在一開始 我們會有案例選定 但是他難度比較高 他第1個禮拜我們就要寫章程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他整個一個 這個 專案地圖把它列出來 我們叫story map 好那再來第2個禮拜呢 就開始 實際實際在開stand up meeting OK 然後實際看板 那實際去做grooming 這是user story把它細化的動作 好接下來第3個禮拜呢 我們會 去做 這個 估算 怎樣讓你有幾百個user story 你在很短時間把它分出來 我們叫affinity 的估算 然後我們寬帶德爾菲 如果針對有 要討論的部分 大家在一起討論 OK 然後這個 Retrospective 所以在這部分呢 讓各位學習到說 其實agile除了是一個 考試的一個 可以考一張證照 你還可以實際用在你的一個工作上 好那再來大家最worry的這個專案履歷 他說老師 我這個專案履歷的話 這個寫一寫被PMI推薦怎麼辦 基本上不用worry 跟PMP的專案履歷一樣 所以在PMP的專案履歷 其實我們已經 這個寫好很多 PMP的標準寫法 讓各位來去做修改 OK 把你的專案把它套進去 然後去做修改 這樣就退的機率就很低了 好 那在agile的一個部分 也是這樣 好 你可能做了agile專案經驗 三年 但是你可能寫一寫 PMI還是給你推薦 因為你不知道要的是什麼 常有這樣進行發生 所以我們就挑了100種典型的 agile的一個寫法 OK 然後把你過去 實際做過的專案 然後去按照這樣的寫法的話 去做調整 好所以你通過的機率是很高 那為了要讓各位通過機率更高呢 其實輔導教練他幫你看過 OK 他幫你協助你去審過 好那也是一樣會有長榮SOP 好 幾乎我們現在所有的學員 他們都已經拿到講義了 開始在預習 因為我們下禮拜 開課 好所以 在 上課前 他們就先把講義預習過 那接下來的話 要做例題 60分以上 沒有60分再繼續看 OK 然後再用螢光筆 也像三色螢光筆 紅色 黃色 綠色 上課中 專心聽講 然後還是有新制圖 然後再複習 考完的時候 上完課的時候再複習遍 然後再試考 你的水堂考一定要80分以上 好那第1個禮拜的話 學習常文心法 其實現在大家已經在一起在建立自己的自我聲勢表 因為要做英文常文心法 那第3個禮拜呢 去做這個 60題 第4個禮拜做120題 目標是120題要達到70分以上 他就可以上場 但你120題只能考一次喔 所以平常做練習用這60題來練習 用章節測試來練習 好 好那很重要的 保證通過指標 這叫上場檢測 好 來第1次 120題成績 要大於 等於 75分 好 然後而且還要教練的批准 OK 各位注意喔是第1次 所以你不能說我練習是用120題練習 不好 你平常就用60題去練習難度是一模一樣啊 好 那你現在如果60題如果 這個70不要不要去考120題 如果75也不要去考 你大概是多個3分以上 78分以上 你再考120題 好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鼓勵學員提早上場 所以我們給你的guarantee的時間是30天之內 那你不要說 這樣你不要吃虧 基本上你時間拖越久 你fail機率就越高 所以你越早上場 你越有保障 好 所以在你30天內 上場如果沒有 萬一沒有通過的話 不要緊 你的失敗就是老師的失敗 我會 補貼你這個 重考費用5000元 OK 好 好那再來這個就是我們提供的 Agile的一個證書 24個 PDU 好 那你這24個PDU的話 可以去 Renew你的一個PMP 但我看大部分都已經換完證了嘛 所以還OK 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他可以拿來當你 當你考試的一個學分 Agile考試的學分 好